我们今天这个测验 真的非常珍贵 如果你学会了 你想要认识这个人 他的感情观 他的个性 你都可以用这个测验 跟他来互相交流一下 你好 你觉得你非常的懂得观察人 还是你常常觉得 哇 物理看花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 是一百多集的YouTube以来 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测验 非常的神准 而且很有趣 它会帮助你认识人与人之间 到底隐藏了些什么 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三分钟让你看穿人性的密码 一定要仔细听 而且请你准备笔跟纸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必须先暂停 你就稍微让他stop 然后写下你的答案 好吗 好 我们已经要开始了 笔跟纸请准备好 首先呢 我会建议大家 不管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 你都可以常常运用这个测验 来了解彼此 而且对方会无所遁形 好 首先第一 待会儿当我说出一样动物 请你不要思考 直接写出三个你的联想 越直接越好 它没有对错 所以请你一定要快快地 直接就把它写出来 好吗 好 我们要开始了 第一 狗 我们很多人都有养狗 或者你看过狗 对吗 或者你被狗咬过 我不知道 当你一想到狗 你有什么三个联想 短短的就好 可能只有两个字 可能只有三个字 你可以暂停键按一下 然后把答案写好 待会儿呢 我会宣布 好 好 请问你的狗写好了吗 好 如果写好了 第二个测验 我们就继续 第二个 马 你有什么联想 简洁二要就好 马 不管是八郡图 万马奔腾 我们都看过 甚至骑过 但没有对错 记得赶快把它的联想 直接写下来 三个 越快越好 请问写好了吗 好 如果好了 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测验 杯子 当你一想到杯子 不管是什么杯都可以 反正就是杯子 你会有什么联想 三个 一样越快越好 直觉就可以了 再度强调 没有对错 它只是让你看清自己 跟看懂别人 OK 我们要进入第四 老虎 当你现在听到我说老虎 你立刻有什么连结 是害怕紧张 还是你有觉得不同的感受 威武 不必被我影响 用你的感觉写下 简短的三个联想 好 再来 最后一个 当我说到大海 你会有什么联想 一片的汪洋大海 来 三个联想 短短的字就可以了 好 把它写下来 然后注意它的顺序 也就是这五个测验里面 哪一个是写在最前面 哪一个是写在最后面 现在请你总整理一下 我们待会即将要开始分析了 非常有趣的心理测验 好 现在我们叫第一 分析狗 如果狗 你写的都是比较正向的 那就代表你还蛮喜欢自己的 因为狗代表自己的个性 所以如果你写的是看家 忠心 很讨人喜欢 那这代表你这个人的个性 你就是很忠心 就是像你所写的 那么写在第一个的比例 会是最强的 好 万一有人写狗是乱叫 大小便 很讨厌 那就代表这个人 他并不喜欢他自己 其实有些人他在内在 他是很踏伐自己的 那么现在我补充说明一下 如果有人在狗 写的三个联想 居然有猫出现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人很反骨 当别人要这么说 他就偏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明明请你写狗 你却写到他的对头猫 那就代表这个人 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往往不跟别人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带领你的主员 又或者你要征求新的员工 你就要看看 这个人适合吗 如果他是放在企划创造力 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idea 但如果他必须是服务 他必须是听从的 那这个时候选这种反骨的人 你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记得狗代表自己的个性 也就是你自己看自己 那第一个的比重最强 最后一个就会比较没那么显著 但是都是你的特质 像思杰老师写狗 第一个都是写爱 都是写喜欢 写抱抱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爱狗 所以代表我对自己的个性是认同的 自己就是一个好相处的 那么很愿意支持别人 有时候这个抱抱 不一定是指实体的抱 而是你愿意接受别人 跟别人融合 朗朗后 OK 我们现在要分析第二个 马 你写什么 好 有人在马里面写的是快速 或者是奔跑 或者有的写的是跳跃 当然也有人的马 他可能会写的是躺在草地上 或者是尾巴打苍蝇 或者是懒洋洋的 好 那代表什么 我现在要说了 马代表别人看你 也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刚才你写出来的答案 所以如果有人写自己是懒洋洋的 就代表这个人做事非常不积极 那么如果你要征缘 千万不要找这样的人 那如果你写的是 哎呀 尾巴打苍蝇 就代表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八卦 常常在后面说三道四 因为尾巴打苍蝇 这些都是琐碎的事 不是什么正向的事 那当然如果你写的是奔腾 威武雄壮 那就代表你在别人的眼中 你是有相当的格局 你这个人是被认同的 所以赶快看看你的马写的是什么 好 接着我们要来分析杯子 当说到杯子你会联想到什么 如果有人会写容易破碎的 或者有人写金银剔透 或者有人写越多样越好 不管你写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分析 杯子其实代表是你的爱情观 也就是一个人的对爱 对感情的态度 所以如果对方写的是 阿罗多姿 金银剔透 代表这个人他会很在意 另外一半的外貌 他的身材 如果杯子有人写易碎的 就代表在他的潜意识里 觉得爱情不容易经营 是很容易心碎的 可能他有过一些伤心的经验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杯子 全部写的都是属于 漂亮的水晶杯的 那就代表你在择偶 或者你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会很在意他的外表 那当然有的人杯子会写食用的 喝水的 喝茶的 那就代表你是一个很讲究实在的人 所以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觉得面包很重要 其他的再来考虑 所以你要看看你的杯子写的是什么 所以待会我会宣布一个很有趣的 我上了一个电视节目 有一位男士写的杯子 值得你把它听到最后 尤其如果你现在有孩子 他们在交男女朋友 回来请他们填填这个测验 你就会知道你的孩子 结交的异性朋友 恰不恰当 或者你现在正在恋爱中 也很适合帮你的伴侣做做这个测验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讲到老虎 好 通常有人写老虎 我害怕的 对吗 赶快逃跑 这都很正常 但是也有人会写神秘的 威武的 令人尊敬的 好 那你写什么呢 越前面越强烈 老虎代表的是你的事业 所以如果你在工作上 是压力很大的 很可能就会写逃跑的 可怕的 那么有的人如果在工作上 他是一个上级 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人 很可能他在老虎 就会写的是 威武的 雄壮的 令人尊敬的 所以再度强调 越前面 比重越强 所以老虎指的是事业 所以万一 今天你要征求一个新的员工 你看看他老虎写的是什么 如果他写的都是 害怕啦 逃跑啦 恐惧 那就代表这个人 他在之前的工作压力 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是否能胜任 你就要多多地去留意 好 接着我们要提到大海 你写的是什么 通常有人写大海 会写一望无际啦 或者有人会写大风大浪啦 或者有人会写船之来来往往啦 好 大海代表的是什么 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 也就是从此刻到未来 你的人生 你内在的潜意识 是怀抱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有人在大海 一开始写的就是狂风暴雨 那就代表这个人的生命 正在迎接很大的挑战 那么如果你的大海写的大部分都是风平浪静啦 风和日丽啦 非常美丽 那就代表你的人生观 你的未来基本上呢 是很乐观的 是很开朗的 那有人写船来船往 就代表你在忙碌 你的未来 因为船在海上嘛 不外是载人或者载货 所以这代表忙碌 因此呢 他有很多的解答 其实这个是已经要附会上我的课 才能够学到的 那今天司机老师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你看看你自己呢 大约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说一下 我上了我们台湾一个历史二十几年 非常长青的节目 那这个节目呢 肯定是受欢迎才会播出二十几年 那么其中他们的特色就是 每次都会有好几位演艺人员 那也会有好几位命理师 那有一次呢 因为是拍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 所以他们就角色互换 让命理师当一般来宾 让我们演艺人员呢 就我们自己懂得解读人性的呢 来分析 那那一次呢 我就是以演艺人员 但是站在心理智商 从命理的角度去分析 于是呢 我就提供了这个测验 那一集呢 刚好有一位男士 跟我一样坐在特别来宾的位置 但我不认识他 他长得很帅 那么他在杯子的测验 写的是这样 他说越多越好 精盈梯透 喝浇杯酒 很特别对不对 那因为我并不认识他 可是我必须诚实啊 越多越好 你不是一个会安于一个女朋友 你会同时交往好几个 然后你写浇杯酒 代表你是一个在这个男女关心里 你会去制造情趣 因为喝浇杯酒就是一种情趣嘛 结果呢 现场那个主持人啊 所有的人都笑翻了 因为他们说太准了 好 那位男士呢 是我们国内某一位政党曾经的发言人 那非常帅 他也闹了很多的新闻 都是跟绯闻有关 而且他的绯闻的女主角都是 很多都是大美女 有的甚至是演艺圈的人 那因为思杰老师很少看这些节目 我不知道啊 那但是当场的人都晓得 他们就说哇 思杰老师超准的 然后这位男士呢 他真的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测验啊 真的非常珍贵啊 如果你学会了 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你在等客户啊 或者你想要认识这个人 他的感情观啊 他的个性 你都可以用这个测验呢 跟他来互相交流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深刻 那你就必须要来成为我们的学生了 因为你可以学到非常精准的 那甚至我们在马来西亚 都有那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都用这一套去征求员工 他也跟我反映说 真的非常的有道理 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教大家如何去面对 这么这么多的人性 那么如果你觉得说 想要知道的更清楚 你也有一个方式是可以不用付费的 那就是透过FV 去找寻思杰老师 常常都会有 不定期的线上直播演说会 但是你要报名 万一你有个案要问 包括问这个 你都可以写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今天的最后呢 我想要送给大家的这句话 是跟人性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有时候也不是绝对的好或不好 而是你要把它摆在对的地方 这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人生就是来磨彼此的不完美 人生就是不断调整的悲欢路 因此谁先明白 谁先做 祝福大家看了这一集 都能够在三分钟内就洞察人性 好 我们一起加油 喜欢我的影片吗 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